今日财经快报 微博大涨超5% 网易涨超3% B站涨超2% 小鹏 未来涨超1% 热门中概股周四多数上涨 纳斯达克金龙指数涨1.3% 柬埔科技涨超23% 冲链集团涨超15% 九富涨超12% 大建云仓涨超11% 乡宋国际涨超10% 高途涨超9% 今生有乐 中北能 亚马芬体育美国首日上市一度涨6% CEO寄望股价能翻倍 亚马芬体育在美国首日上市一度上涨6.2% 此前其首次公开募股价格低于推荐区间 纽约时间周四下午2点48分 这家生产Wilson网球拍和Salomon滑雪靴的公司股价报美股13 高盛和美银等最后一批大型放弃三月降息预期市场目光投向二季度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讲话之后 经济学家们从善如流 最后一批人也放弃了三月份降息的预测 并将目光投向了五月 高盛 美国银行和巴克莱等是华尔街最后一批坚持美联储罪 从纽约到东京银行股暴跌意味着什么 5600亿美元的大麻烦 意外爆亏的美国地区银行NYCB和预计全财年巨亏的日本银行AOZORA 都出现巨额贷款损失波倍 对银行来说 更麻烦的是 未来可能出现商业地产贷款违约 纽约黄金期货周四收高0.2%创进一个月来高位 2日凌晨 美国黄金价格周四创进一个月新高 数据显示美国上周初请失业救济人数攀升 黄金市场关注焦点转移至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上 周四国际油价大跌市场关注巴以停火谈判进展 2日凌晨 国际原油价格周四大幅收跌 交易商密切关注巴以双方的停火谈判努力 纽约商品交易所三月交割的西德州中置原油期货 价格下跌2.03美元 跌幅为2 尾盘 美股涨幅扩大部分挽回昨日跌幅 2日凌晨 美股周四尾盘涨幅扩大 三大股指均部分挽回前一交易日猛售的跌幅 市场继续关注美联储的降息前景 并等待亚马逊和苹果等大型科技股的财报 OPEC开启新一轮减产行动 但整体执行力度不如计划强劲 OPEC上个月削减了石油产量 该组织及其盟友开始采取新的措施以阻止全球供应过剩并为价格提供支撑 彭博调查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日产量上月减少49万桶 高盛称美股近期小幅下滑或将触发更大跌势 若共和党胜选将冲击这些股票应央行维持利率5.25%不变 全球财经媒体昨夜今晨共同关注的头条新闻主要有 1.鲍威尔给短期内降息的预期泼冷水华尔街遭遇现实考验 2.美股将迎风浪 高盛预测若共和党胜选将冲击这些股票 3.高盛股票策略专家Rabner 美股的小幅下滑可能触发更大的跌势 如果美国股市较当前水平略有下滑 那么可能会出现大幅下跌 这是高盛股票策略专家Scott Rabner的观点 他在周四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称 如今痛苦交易视角当前水平更低 2024年美股中盖打响头炮 安踏旗下亚马芬体育首秀开盘涨3% 亚马芬体育IPO募资13.65亿美元 创4个月前博肯协上市以来最大美股IPO 已发行假计公司市值63亿美元 2023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增进30%至31亿美元 美联储弱化三月降息预期新年首秀博弈市场定例 2月1日凌晨 美联储2024年首份利率决议出炉 一如市场预期 美联储继续按兵不动 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5.25%至5.50%区间 并继续按照计划实施缩表 欧洲股市下跌因美联储淡化三月降息预期 以及银行业绩疲软 欧洲股市周四下跌 因为美联储官员试图调整市场对降息时点的预期 同时银行股下跌 因为一些财报令人失望 斯托克欧洲600指数收跌0.4% 美国1月ISM制造业意外升至49.1 新订单大涨 就业低迷 通胀卷土重来 美国1月ISM制造业指数49.1 显著高于预期的47.2 12月前值下修至47.1 本次报告传递诸多重磅信号 新订单指数创2022年以来新高 担心出口订单大幅回撤 五盘 美股维持涨势市场等待科技股财报 二日凌晨 美股周四五盘维持涨势 市场继续关注美联储的降息前景 并等待亚马逊和苹果等大型科技股的财报 周三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 鲍威尔给短期内降息的预期泼冷水 华尔街遭遇现实考验 杰罗姆鲍威尔向热切盼望美联储开始降息的交易员 明确地传递了一个信息 没有那么快 这位美联储主席以及议息会议后的声明表示 该央行相信即将击败疫情后通胀的飙升 英国央行立场不如预期鸽派英镑的亮眼表现有望延续 英国央行周四的政策基调不如市场先前预期一般鸽派 英镑今年是将延续跑赢其余货币的走势 虽然英国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但上调了未来两年的通胀预期 欧洲主要股指集体收跌 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0.51% 降息预期提速美国五年期国债收益率 跌至去年6月以来最低位 美国五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3.77% 触及去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因交易元消化的美联储降息步伐更快 五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下跌7个基点至3.77% 激进投资机构 Elliott持有ETSC约13%的股份成最大股东 激进投资机构 Elliott Management在电子商务公司ETSC中拥有可观的投资 该公司周四宣布 Elliott合伙人Mark Steinberg将加入公司董事会 美国制造业指数创下2022年以来最高得益于订单大幅增长 美国一项制造业活动指标年初攀升至15个月高点 订单创下2022年5月以来最大增长 反映出制造业正在开始起稳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KBW地区银行指数跌幅扩大至5% 道琼斯 KBW地区银行指数跌幅扩大至超过5% 成分股权限下跌 纽约社区银行NYCB跌超13%领跌 创2000年以来盘中新低 Peloton股价暴跌于20% 因其前景指引暗淡 凭借其昂贵的联网健身产品 Peloton公司连续第二个季度实现盈利 但该公司周四表示 由于未能达到公司首席执行官 Berry McCarthy一年前描述的一些目标 法拉利一度涨近11% 创新高Q4调整后 EBITDA同比增长19% 订单量稳健 格隆会2月1日 法拉利RaceUS一度涨近11% 最高处级383.82美元 创历史新高 法拉利2023财年第四季度销售额 同比增长11% 达到16.39亿美元 超过分析师平均预期的16 美股将迎风浪 高盛预测若共和党胜选将冲击这些股票 随着2024年总统选举的临近 高盛的分析师们概述了 在共和党总统胜选的情况下 可能表现不佳的行业及其相应的股票 随着2024年总统选举的临近 通胀风险减弱 瑞典央行卖出朝向宽松的第一步 瑞典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并表示可能最早在今年上半年下调借贷成本 以扭转导致瑞典经济陷入衰退的紧缩政策 英国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5.25%不变 暗示一旦通胀缓和就可能降息 英国央行打开了通往降息的大门 大幅下调了今年的通胀前景 并放弃了有关可能不得不再次上调借贷成本的指引 英国央行有9名成员组成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在采取何种行动的问 美国股指期货温和走高科技巨头下一批财报发布在即 美国股指期货小幅反弹 投资者为下一批科技巨头的财报做准备 且重新设定对于美联储降息时间的预期 纽约时间7点14分 标普500指数期货上涨0.4% 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企业盈利和薪资增长对通胀走势至关重要 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Philip Lane表示 企业盈利能力和薪资增长将有助于塑造今年的消费者价格走势 我们认为企业将消化部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 考虑到利润水平